学佛者 彼此与财务纠纷 是否可以上法庭 若不上法庭 应如何处理伪善 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第一个条就是布施 所以我们要懂得了 布施真正的意思 布施是放下 布施是谁 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财富的因就是布施 这一生拥有大财富的 是过去生中财富是多 这一生当中聪明智慧高的 是法富是多 健康长寿的是无微富是多 所以无不是从布施而得来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 遇到财务纠纷 特别是关于财务方面的事情 别人或者是劝你投资 或者是劝你向你借钱 你借给他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这个钱 不希望他还来 你就离得心安 你就很快乐 他还来呢很好 不还来了也好 要存这个态度 那是什么 我命里有钱 有这个财富 越舍越多 所以决定不可以为财发生争执 现在这个社会上 财务纠纷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佛地则要做好榜样 对于财看得破放得下 这样就好 决定不上法庭 决定不向人讨债 自己再困难再苦 也不要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这个英国是苦尽干来 你后面一定有大的 这个财富会先前 不要想的这些东西 这是真正的世界 这些东西 我需要点赞 对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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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